以後有關市事體 看說這個淨電視案 找什麼到北敦告北會 因為總報的話 難道以後大家都可以用 派總統的事件的名字 招搖狀言 這個首先我要恭喜這個裴老闆發大財 這個透過這個與魔鬼的交易 這內湖以後又多一個百億的富豪 我恭喜這個裴老闆發大財 那也希望這個裴老闆 能夠幫我們淨電視員工加薪 要改善一下這個電視台的這個勞動的條件 不能說老闆賺大錢 員工苦哈哈 你看這麼熱還在這邊訪問我們 這個這樣子不行 我想這個員工到處辛苦的被人罵說是打手 老闆坐在這個辦公室裡面吹冷氣數鈔票 我覺得這很辛酸 我覺得這一點要還是要恭喜這個裴老闆 至於還是要提醒他對員工要好一點 剛剛也提到就是說部分人有是打手 那裴本人認為說根本是在走口氣用打 從賴清凱以後打到賴以後 我在想這個桃園的事情 桃園這個攻擊張善政新竹攻擊民眾黨候選人 其實已經看得很清楚 這個我想這個裴老闆應該也是這個很無奈了 你知道因為不透過跟魔鬼的交易 他們也沒有辦法能夠順利的來做他的事業嘛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民進黨 特別是這個蔡英文這號人物 他們想要控制媒體嘛 他們想要掌握這個台灣的輿論嘛 想要破壞這個言論自由 如果不是這樣子 其實他們從開始都保持中立的話 也不會有這種事實嘛 所以也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怪要怪這些政治人物 這些政客的居心不良嘛 居心不良逼著老百姓就範 裴老闆再這麼講也就是生意人嘛 說實在的 他今天如果不是為了要 讓他的事業順利的進行 他何必跟魔鬼做交易 然後搞到最後所有人都把他是打死我們對不對 所以最糟糕的就是這一群魔鬼 居心不良的這些拿了政府的權力來幫自己私利 你再惡搞的這些人他是最糟糕的人 好謝謝 市長市議員覺得說今年選情好像比較冷 你有這樣覺得嗎 比較什麼 比較冷 不會啦 內湖這裡很熱鬧 那麼多百億富豪又麻煩又多一個 老百萬一百億耶 先開完要升價 所以不會啦 這個內湖這裡很熱鬧啦 我想說民眾這個會開始這個慢慢的就是說 對這個關係自己這個切身利益最有 最直接的這個市議員的選舉 會越來越關注 因為畢竟市議員在第一線去幫助民眾協調很多事物 幫助民眾解決很多這個切身的問題 我們個人就常常有有事情 朋友的事情要麻煩市議員 所以我相信很快的大家民眾就會開始去 會去關切這個議題 只是可能現在還沒有到時間 因為畢竟還有五十幾天 知道我現在怎麼看一下周圍寇躲起來 你是不是可以幫陳時中止血 我覺得 不管 這位大省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傷害 其實已經落在每個人心 那當然這個 為什麼 重點是為什麼民進黨需要養這麼多打手 跟這麼多的鷹犬 來欺負人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多台灣老百姓 都會在信念不停地在問 所以躲到哪裡去我覺得都 而且這位大神的外貌跟聲音 很難讓人家遺忘 因為有時候耳朵聽得痛 感覺不是很好 所以我認為他很難去躲 躲多久來講都沒有辦法改變 台灣民眾對民進黨喜歡用打手跟鷹犬 來傷害人的事情 沒有辦法忘掉 謝謝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